早晨 欢迎来到17月3日的金融市场 看今日有些世界新闻 国内方面 阿里巴巴受毁于云端业务的增长 带动第二季营收同比增长55% 到342.9亿 超于预期 在光棍节前夕 亦传在美国SEC展开一些调查 这件事值得注意 始终国内很多企业 尤其是阿里巴巴、百度、腾讯 在全世界上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科技企业 尤其是阿里巴巴 无论香港、国内、美国都有上市 但最后他也是虚心 他在香港上市 最后都是因为一些侵权 甚至高法 令到他在那里的企业 或者很多问题 可能是无法继续下去 结果又要下来 然后再寻找另一个地方上市 现在美国在云端的领先优势相对较少 所以他对于一些另外的企业 可能真的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下 有些事可能是想损害他们的利益 维护自己国家企业的利益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他选择了美国的市场上市 其实都要承担未来的效果 他的业务容易被美国佬吵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有个问题 究竟哪个文化是对的呢 就是你在我这个地方卖的东西 我是否要保证你不是水货 其实是有机会 其实那个界线很难分 但你发觉美国或大部分地方的文化 就觉得你如果是你企业的责任 是应该要检测这些东西 但你发觉阿里巴巴为何做得这么成功 因为太多东西上去 而到有机会有一些 是完全可能真的有机会侵权的 因为你上去就比较格格 所以这件事就是文化上差异 可能真的没办法 结果可能会在美国会否又反过 又要暗然离开呢 这件事真的有点担心 时间会告诉你 其他收集方面 人民币今年来说 自从加入了SDR后 都比较有波动 新华社星期三出来发表现 近期人民币汇率就叫弹性加大了 但其实这也是好事来的 更多市场主导定价背后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我觉得这次是借势的 因为大家知道 10月份加入了SDR后 的确是跌多个升 但刚刚在11月之后 那几天美元又是这样跌的 可能真的不知道 特朗普问题是否 但结果你可以借助现在的时机出来 人民币汇率是根据外围的所有货币的男子价格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应该更多解释这些问题 因为高老实说 我没有见到有货币 可以公开告诉他们的价点 透明度算是很高的 至少你会知道为何会这样 为何升为何跌 还有预期可以出了 不是猜猜 但你发觉 竟然大家在这方面反而会更加质疑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问题 希望日后大家可以做到 见到人民币跌的时候 你会知道原来是美金升 或是其他货币一起跌 所以才到此 近期没有哪个国家说人民币是任为操控 人民币方面 这期亦比较多资金流出 中国国内 最近银联措施收紧 影响了香港保险公司 现在汇款出来的渠道 都倒截了很多 包括很多钱庄 已经倒截了 最近有新方式 通过比特币汇钱去国外 最近银联突然不允许在海外交保险 是某类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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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才有这件事 其实这个内容已经提及了一个问题 我不知是否这么巧 入了SDR之后 大家经常说入了SDR之后下一步是甚麽 更加开放是甚麽 入了SDR的目的又会是甚麽 但现在发觉 自从人民币入入了SDR的确出现了下跌趋势 大家都在找理由 但现在这个消息 导致大家似乎又是另一个机缀 虽然我们有些事不可以在此说 但经河深圳也知道 那是一个外汇交易中心 大家都明白 其实那里不少钱 听说有几个亿 现金 我都目睹过这些情况 大家都明白 但这件事也提及了另一个问题 不知是否因此而人民币下跌 亦是否因为比特币 内容说得比较特别 这件事是值得向大家说 很多人民币仍然是有监管的货币 国内很多银行或人仍然有限制 每年500美金是限制的 有些人会出了价 为何要找那么多货币 不太合常常规的一种渠道 都是为了有些钱 有些不见得人的情况 这件事其实挺新鲜的 但当我现在已经报导出来 和我宣传说 银银已经开始不让人交 可能是过爱息 起码给大家知道 原来是有这样的渠道 这件事看起来发展怎样 比利币始终不是一个货币 虚拟的东西 会否有爆煲的可能 另外 楼市消息方面 房企 近期有很多房市调控措施出台 成交也萎缩了 原来很多发展商 国内的发展商都开始走出去 包括近期有几家广东发展商 已经走到马来西亚方面发展 恒大亦宣布海外会进入英国的建楼市场 刚刚收购了一间公司 很多房企似乎开始走出去 国内的建筑商不断打压 如果有期望 其实国内的建筑商太多了 国内的建筑商不断打压 如果有期望 一定会迫着海外发展 深圳 好几家已经是地球上 国内的成交率 已经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产公司 不去地缸地缸发展 对他们来说是不好的 很多人已经标签问题 令大家觉得 地产商是不好的 或者是坏的人 国内的确有新的建设模式 或是如何环保理念的国内房地产 其实他们是挺好的 不过国内的生活水平未追得到 所以可能他建造好的房子 反而会令大家觉得死了 你卖贵东西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知道 现在英国跌 李嘉诚也走到那边 不停收购 有机会借助这机会 海外变购 再加上人民币好像跌 又应该借势 去其他沉迷更好的投资 对点 还有东盟那边 可能是国内有策略性的 希望跟他们加强合作 所以马来西夏和英国 他们会选择这些地方投资 大家可以想想 始终有战略意味 看看事态的发展 另外外国消息方面 在美国联储局刚刚宣布 11月声明中宣布 维持利率不变 这不是很惊喜的事 因为刚刚大选来 应该不会移动 当然会维持 10月加息的预期 表示通胀上行 令加息概率会进一步增加 维持10月加息的预期 这次元方储备局计计会议 是最没有加息预期的一次预计 大家已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问题是 究竟是否还想加息呢 可否让大家知道 加息条件是否会认定 12月加息 这是最后一次 表明是否加息周期的一次预计会议 最终没有加息 是因为经济问题 一定是因为很多不明朗因数导致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会否因为等到已经没有过了加息机会 大家要去思考 但好不坏 经济数据又好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衡量 美国未来的加息 或是否真的想加息 这些全部都是很大的问题 最惨的是总统选举 这段时间未必会聚消这个问题 数据方面也很怪参半 因为有小飞龙数据之称 10月份ADP就业人数 刚刚公布了14.7万 比预期16.5万低很多 亦比前值15.4万低 所以预期明晚飞龙 预期可能比预期差一点 其实是害怕的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问题 已经有些数据不稳定 尤其是就业市场 由停留化宽松到现在为止 最见得人的是就业数据 但就业数据也有些不稳 才会动摇到 为何大家对加息预期不太强烈 而大家又会看到无端端有些数据突然间又好了 所以大家会比较难捉 美国加息是什么原因 究竟你是否真的想这样做 所以这几样东西都会导致大家要留意 反而现在 我们知道10月份加息机会相对较大了 反而出的数据可能就相当重要 因为起码比较大了 尤其是飞龙真的不坏 12月则很难做 12月是你今年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加的全年都没加过 那会成为了根本没有条件加息 而且你真的知道 原来经济在未刺激之下是乏力 不是加息周期可能要刺激经济 这就很麻烦了 欧洲消息方面 欧元区公布了10月份制住研发 PMI中值53.5% 2014年1月以来是最高 亦高于预期 3.3% 欧洲有点复苏的迹象 欧洲应该很早看到这数据 量化宽松刺激了一年 应该有些成绩 而且大家要知道 国内尤其是整个欧盟 似乎有很多其他不定因素 已经会阻碍得到经济发展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近期的数据好也好 大家也会担心 究竟每个国家的发展不均 会否令到他们 有向心力有些崩溃的感觉 因为每个国家已经不能一致地做所有政策 包括法国在管达难民走 另外德国也看到乞业 似乎很有机会是水收尾 所以也会担心不稳定的因素 数据方面 今天有英国央行议息 欧元区9月份的失业率数据 大家平息期待明天的飞龙 美国飞龙数据 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一时间见面